《224星島日報》 創業多生產力高 2015年7月10日專欄E06成封有流創初美國經濟學家 諾貝爾·蔣德主皮·斯葛·Edward·斯·Prescott研究發言 美國近年生產力持續下降是創業減少所致 從新紀元起至2011年 新成立的公司比上世紀80年代平均要少三成 是兩個時期生產力低降三分之二的主要原因 它指出 經濟不斷出現新創公司非常重要 因企業有新層代謝 年紀大的企業死亡率較高 例如1995年的財富500 到2010年只有一半仍留在排名榜上 淘汰率高達50% 所以一個經濟想快速發展 就要想方設法鼓勵人們創業 中國的研究也有相近的發現 由回復天下與西南財經大學合作的中國小微企業發展報告 2014就有預下數據 內地的小微企業銀行信貸可得性僅為四成六 即不足一半申請到貸款 獲得貸款有近兩成有風險 但它們營利能力高強 每一億元 人民幣 貸款中 就能產生4300萬元的淨利潤 是上市公司的2.4倍 投資回報率不用小趣 但風險也不用忽視 中國有4.8%的小微企業資產小於負債 高風險 高回報是新創企業的特色 這於中外皆然 這也是理解內地最新創業潮的心態 國家工商總局統計顯示 去年3月至今年5月新登記企業485萬 新註冊個人所有企業200萬戶 這放到2013年中國有1200萬家私人企業及4200萬戶家庭企業的背景看 也是極高的比例 結合會赴天下報告的小微企業平均回報率43% 上市公司18% 國企9%發言看 則皮斯覺得自美國的創業多則生產力高之結論放到中國也能適用 然後呢 1月1日絕對 424分